晃來晃去 這時候眼睛 這時候的所有東西 都是必須你身體的任何一部分 不能任何 有任何的允許去由你分心 騎單車如果再分出一隻手 來挪眼鏡的話 我想大概你 那就產生一份危險 危險 好 所以說其實另外 透過這個鏡片出來 看出去其實它不會影響到 我的一般 我不戴眼鏡的感覺 看出來就是這種感覺 我戴眼鏡的感覺 看出去的效果也是如此 應該不會影響到 這樣子的差別 那剛剛講到了 鏡片是很重要的 鏡片到底有多重要 我們可以比較一下 一般鏡片跟像這樣子 特別的要求的運動 太安靜 它的鏡片會差別在什麼地方 可以敲敲看撞撞看嗎 OK啊 其實那是最直接的 是是是 直接敲擊 來看看 這個是一般的 再一垂下去 整個都碎掉了 這是一般看到的市面上 可能比較沒有品牌性 或是沒有專業性的 那個敲動作很乾脆 Dino幫我們做的示範 你那一垂下去 就碎掉了 那真正有要求的 運動太陽眼鏡 我們也來試試 你看 同樣的就敲 我反覆的在敲它 反覆敲它 這種就是PC的這種 愛抹的防暴的片 其實鄭國你可以想像嗎 當你在騎單車 很前述的往前進的時候 當有前方有一塊石頭 或者是碎物 一面而來 兩者加力速度情況下的 撞擊力有多大嗎 有多大 碰到你的鏡片的時候 絕對比剛剛我們敲擊的 還要大 你突然想到我心裡 想講的事情 剛剛講說 經常有的時候 跟鎖絕車 對 車子壓到路面 石頭彈起來 我最怕現在騎 河冰 看人家在割草 噢 對對對 瞪的 跟石頭 噢就打上來了 很可怕 對不對 它又小 對 它men data 面積小又 我們剛才拿那個槌子 是比較寬的面積 OKOK 所以你看 像剛剛講的 一般片就會變成這個樣子 真的很可怕 在你眼睛前面 後面就不要講 眼睛瞳孔怎麼樣了 更何況說你的眼睛 剛剛這個眼睛是敲過的 我來看一下這個是敲過的 我們把它拿起來看 剛剛是敲這一片 對 右邊的眼睛 敲這一片 右邊的 它是完全是OK的 但是我們還是要講說 它也比較耐刮 我們說太陽眼睛經常戴的時候 運動太陽眼睛戴的時候 大家會講 晶片戴久了就不不啊 都刮掉了 所以說耐刮也是要特別注意到 稍微會耐刮一點 所以說剛剛那個實驗 大家應該就可以很明顯感覺到了 即便是太陽光不強 像鄭國戴了這個 這個比較透明的 它雖然是透明 但是它是抗UV的 這是有要求 看不到的傷害它是會隔絕的 要求這樣子的話 其實它也是一個 相當安全的眼鏡 不過剛剛肉仔講過說 片射也很重要 我們隨著環境 要改變我們的片射 我們先進段廣告 回來再跟大家分享 太陽眼鏡片這麼多的顏色 到底基本款 你現在要具備一些什麼樣的東西 我們先進段廣告 歡迎大家繼續收看單車奇遇 今天非常高興要跟大家介紹 所有車友介紹的就是保護你眼睛的東西 就是你的眼鏡 那既然在太陽底下戶外從事活動的時候 大家會想配個太陽眼鏡 但告訴大家 你以後要注意的是要挑一個運動太陽眼鏡 它除了具備抗UV的功能之外 它其實對你來講具備一個保護的效果 同時要不要忘記了 要戴得漂漂亮亮的也是很重要 剛剛那兩個字怎麼講 Function Fashion Function Function 你要說我要買個Function的眼鏡 其實蘿拉我只要講 我們去買太陽眼鏡的時候 新唐那個鏡片就幫我們配好 選好了 就單一個鏡片 你剛剛講說要在不同環境 要用不同的鏡片 怎麼辦呢 其實現在已經很先進了 就是說以前我們看到的 比較刻板的印象就是 一副眼鏡就是那個片色 然後就戴著 但是其實不是 現在眼鏡是非常靈活的 就是你只要有那一副眼鏡 它會背很多的背片給你 然後你可以隨著你的使用場合 跟環境的顏色 就是那時候的陽光強弱度 來選擇最適合你戴的 鏡片把它兜上去 已經就可以做更換了 是 就是更換 我就想說更換好麻煩 更換會比較麻煩 對嗎 其實還蠻簡單的 來 我們請我們的明友來 我們更換我覺得會比較麻煩 這個來講的話 你看現在的眼鏡就是這樣 好 好 第一段要幫我們示範 對 就直接拔開來 那我現在 譬如說我們這是比較透明的片 那我晚上 我要開車 或者晚上要騎腳踏車 那我們就是把它勾上去 再勾上去 一秒鐘 兩秒鐘 三秒鐘 四秒鐘 這個呢 我們在夜間齊稱 它比較淡色這種鏡片 它就有真光的效果 好 所以說你看 剛剛不到四秒鐘 從不到五秒鐘的時間 你就可以換一個鏡片 方便 好 這邊我要問Dino 其實你今天是專家對不對 好 騎自行車的朋友 他到底要具備多少顏色的這個鏡片 這個片色的鏡片可以嗎 OK 你先講你眼睛戴什麼 基本上 基本上我現在戴的這種就是屬於夜間的七層 那它有真光的效果 好 那再來呢 我們來看看 像我們最基本應該具備的就是這種比較深色的 灰色的這一種的 它透光率呢 會比較低一點 所以相對它可以比較遮蔽一些陽光 就是一般現在白天的時候你戴這個 一般白天的時候太陽下 那正國戴的這個是白色的 就是透明片 純透明片 對 純透明片 所以真的視線不 就是說 就是說光線不是很足的時候 其實戴這個 對 就是夜間 就保護 純保護 但是它還是一樣 它也是有 它還是 我們這樣 也是可以抗UOV對不對 好 基本上來講 就是說其實 其實鏡片 其實不分什麼顏色 它最起碼它就是抗UOV 所以你看到 EVEN是CLEAR 就是透明片 它都必須是抗UOV的 基本上我這樣子的 它也是要抗UOV 所以說這個 抗UOV是最重要的第一個要求 然後另外就是隨著不同環境 是 你手上有拿那個 那個經常大家看很酷 真的是完全看不到眼睛 但是很多人不知道 他真的喜歡 超強光 超強光 以及什麼 水上運動 是雪地 是雪地 雪地 對 所以你看抗UOV眼鏡 它可以一直進駕 它可以換這麼多的顏色 它才是一個運動用 所以LORA我講說 基本款是不是像鄭國這個 是 白色的 然後 這個DINO DINO DINO戴的是黃色的 它就是一個灰色的 這樣基本上 這三個片子就OK了 我們講 這個幫我們戴 通常就是一個眼鏡 一副 我們會建議你大概有個黃片 就是有個真光片 好 那一副借我一下 比如說當有這副眼鏡的時候 我會鼓勵你戴了一副是 強光或者雪地的時候 就是大太陽的時候 你要有一副這樣的一個背片 一個這樣背片 然後夜間 就是夜間真光用 通常就叫綠光鏡 通常你看到很多人在打靶 都一定要戴這個 就是它讓你的對比比較強 是不是看了比較清楚 再來就是一個白片 鄭國這邊戴的就好 對 這個白片很多人就覺得很奇怪 事實上其實白片很重要的 因為有些人其實他不喜歡黃 他覺得真光 他可能不適應 那麼他就說 可是我要防風 因為你騎單車的時候 風從前面吹過來 眼睛會很乾澀 所以這時候是要防蚊 尤其有時候 我夜間在騎的時候 常會有蚊蚊 他有時候戴黃色 而且他有時候會有蚊蚊 會飛到你眼簾裡面來 所以這是防蚊蚊 還有夜間其實是很管用的 不過Dino 你可以借我戴一下真光的 我戴起來看一下 因為 你知道為什麼需要戴 因為我眼睛做過近視雷射手術之後 其實我到了昏暗的環境當中 我會覺得光線有點不太夠 不太清楚 但是我現在戴上來 它是黃色 但我看到每個人都好清楚 很清楚 整個好清晰的感覺 會後來覺得世界都亮起來 現在晚上夜騎的好多 大家到河濱公園夜騎的很多 所以適合戴這個 其實導致這個反而是更新感覺的 會變得很好用 你有戴沒有戴 我就真的 你看我就是很自然 我就是隨時 只要進室內 我其實我隨時戴著 OK 所以說其實 大家騎夜騎的時候 黃色的晶片 會比較好 或是你在工作場所 它的光線是很昏暗的學校 帶上去的時候 它整個效果很好 所以我們攝影棚不適合 像長光照下來 就太亮了 所以我們請Dino 還是把它換 換為他原來的晶片